根据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的数据 美国的新冠病例确诊总数为1558万 截至到昨天死亡人数高达29万2000人 根据最新报告中的具体数字 截至12月10日 美国的新冠确诊总数为1558万2840例 死亡人数达到29万2091人 美国仍然是受大流行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其病例和死亡人数居世界首位 占到全球死亡人数的18%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三发布的全国性预测显示 到2021年1月2日 新冠死亡总数将达到33万2000至36万2000人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官员阿伦·霍尔 在12月10日的线上会议上指出 美国的病例和死亡人数实际上比报道的更多 霍尔还表示 根据血清阳性率和模型的调查 估计感染总数可能是报告病例的2到7倍 霍尔警告说 即使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可以在控制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仍需要采取非药物干预措施 包括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以及注意手部卫生和环境消毒 以结束美国灾难性的大流行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